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新闻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特朗普的封口费案 特朗普的前律师迈克尔·科恩今天再次出庭作证 面临特朗普律师的交叉询问 科恩的证词对于检方的案件至关重要 预计将把特朗普与封口费的偿还联系起来 检方表示 科恩将是他们的最后一位证人 接下来是商业消息 沃尔玛公布了2025财年第一季度的强劲财报 调整后 每股收益为0.60美元 高于预期的0.53美元 美国铜电销售额增长了3.9% 全球电子商务销售额增长了21% 受此消息影响 沃尔玛股价在盘前交易中大涨 最后 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的失业救济申请情况 上周 美国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下降了1万人 降至22万2千人 显示出裁员数量仍然处于历史低位 尽管如此 失业率略微上升至3.9% 但总体来说 美国的就业市场仍然相对稳定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华盛顿邮报 唐纳德 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 科恩将在纽约继续作证 这次的交叉询问预计将持续数小时 科恩的证词是检方案件的关键 他将特朗普与封口费的报销联系起来 检方表示 科恩将是他们的最后一位证人 科恩的证词涉及到他在2016年总统选举前夕 为了让成人隐形斯托米 丹尼尔斯保持沉默而支付的13万美元封口费 科恩在法庭上表示 特朗普只是他支付这笔费用 并批准了一项掩盖报销的计划 特朗普面临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重罪指控 以掩盖向丹尼尔斯支付的封口费 雅虎美国 沃尔玛的股票在盘前交易中飙升近7% 这得益于其2025财年第一季度的收入和收益 再次超出预期 美国最大的零售商报告的收入为1615.1亿美元 高于预期的1595.8亿美元 调整后的每股收益也高于预期的0.60美元 沃尔玛首席执行官道格·麦克米伦称 这是一个伟大的季度 并表示团队专注于为客户节省金钱和时间 美国铜电销售额同比增长3.9% 其中山姆会员店增长4.4% 全球电子商务销售额跃升21% 得益于店内取货和送货服务以及其在线市场 公司还进行了50年来的第12次股票拆分 股票今年上涨了13.9% 表现优于标普500指数的10%涨幅 雅虎美国 沃尔玛的强劲表现 不仅体现在销售数据上 还在与其对未来的战略布局 公司计划削减数百个工作岗位 并要求员工搬迁到阿肯色州本顿维尔的总部 沃尔玛是美国最大的雇主 拥有160万名美国员工 分析师们对沃尔玛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认为其股票有上升空间 特别是在当前宏观经济压力下 沃尔玛的业务更具稳定性 公司推出了新的自由品牌Better Goods 提供更高质量 时尚的商品 价格从不到2美元到15美元不等 此外 其广告业务也在推动收入增长 全球销售额增长24% 美国销售额增长26% 沃尔玛预计 2025财年的净销售额将增长3%到4% 营业收入将增长4%到6% 美联社报道 上周美国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有所下降 表明裁员数量仍然处于历史低位 尽管其他迹象显示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 截至5月11日的一周 失业救济申请人数减少了1万人 降至22.2万 而前一周为23.2万 尽管上周的申请人数是自2023年8月底以来最多的一次 但总体来说 裁员数量仍然较低 四周平均申请人数上升了2500人 达到了21.775万 失业救济申请通常被视为每周裁员数量的替代指标 也是劳动力市场走向的信号 自2020年春季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 失业救济申请数量一直保持在历史低位 美国4月的就业人数仅增加了17.5万 是6个月来最少的 失业率从3.8% 微升至3.9% 已连续27个月保持在4%以下 这是自1960年代以来最长的记录 政府最近报告称 3月份有850万的职位空缺 是三年来最低的 招聘速度的放缓和工资增长的减速 可能为美联储提供了所需的数据 以最终降低利率 4月份的消费者通胀数据 也可能影响美联储的下一次利率决策 美联社报道 迪尔公司第二季度的财务业绩 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 但由于农民购买拖拉机 和其他设备的减少 公司再次下调了2024年的利润预期 迪尔公司将其全年利润预期 从之前的75亿至77.5亿美元 下调至70亿美元 此前 公司预计2024年的利润 在77.5亿至82.5亿美元之间 周四市场开盘前 股价下跌超过5% 美国农业部预计 2024年的净农场收入 将达到1161亿美元 比去年下降25.5% 调整通胀后 预计今年的净农场收入 将下降27.1% 因为农民面临大豆和玉米价格的下跌 美国农业部表示 政府直接支付的减少 和生产成本的增加 也在拖累农民 截止4月28日的三个月中 迪尔公司赚取了23.7亿美元 和每股8.53美元 而去年同期为28.6亿美元 和每股9.65美元 业绩远超Sax投资研究公司 调查的分析师 预期的每股7.86美元 公司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莫林市 收入下降12%至152.4亿美元 调整后的收入为136.1亿美元 超出华尔街预期的132.6亿美元 小型农业和草坪部门的收入 下降了23%至31.9亿美元 而生产和经历农业部门的收入 下降了16%至65.8亿美元 美联社报道 根据非盈利数据研究机构 Candy发布的最新报告 白人男性最有可能领导最大的 资金最充足的非盈利组织 而有色人种女性 则往往领导那些财务资源最少的组织 Candy的美国非盈利部门 多样性状况报告 是基于近6万个公共慈善机构 提供的多样性信息 是非盈利部门最大规模的人口统计研究 报告显示 74%的年收入超过2500万美元的组织 由白人CEO领导 其中41%的由白人男性领导 尽管他们仅占总人口的约30% 有色人种女性占美国人口的约20% 但仅领导14%的年收入 超过2500万美元的组织 却领导了28%的年收入 低于5万美元的最小非盈利组织 报告指出 尽管在乔治 弗洛伊德被谋杀后的种族清算之后 资助者承诺做出改变 但少数族裔领导的非盈利组织 仍吸引较少的捐款 政府资源和销售收入 根据MS基金会和 Strength in Numbers咨询集团的报告 2017年基金会捐赠的 670亿美元中 专门为少数族裔女性和女孩 预留的不到1% Candid的CEO M.A. Chong表示 该报告旨在通过数据 帮助整个部门变得更高效 更有效和更公平 报告发现 环境和动物福利组织 最不可能有多样化的领导层 88%的CEO为白人 宗教非盈利组织中 近四分之三的CEO为白人 Color of Change的 Porsha Allen Kyle表示 报告的发现并不令人惊讶 Hispanic Federation的 Frenty Miranda表示 该报告为他们的主张提供了验证 证明了在多样性方面 需要做得更好 美联社报道 英国反对党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 在周四宣布了 他希望能赢得 今年晚些时候选举的关键承诺 这些承诺包括 恢复经济稳定 建立公有的绿色能源公司 和加强边境管控等 工党还计划 减少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 治疗等待时间 招聘更多警察 以遏制社区低级犯罪 并雇用成千上万的新教师 斯塔默在埃塞克斯的发布会上表示 这些承诺是我们对变革的首付款 需要十年时间来实施 工党目前被认为 有望击败现任首相李希 苏纳克的保守党 后者自2022年以来 已更换了两位领导人 斯塔默自2020年 接任工党领袖以来 将工党拉向政治中心 放弃了前任杰里米 科尔滨的一些激进立场 并强调平衡预算的重要性 CNN报道 周四中国股市大涨 香港恒生指数收盘上涨1.6% 创下自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主要受到房地产开发商股价上涨的推动 此次上涨的原因是 杭州一个区宣布 政府将直接购买市场上的未收住宅 并将其转为保障性住房 这一消息 加剧了市场对中国政府 可能考虑在全国范围内 由地方政府购买未收住宅的预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也承诺促进保障性住房 并探索房地产行业的新模式 尽管市场对这一举措持乐观态度 但一些基金经理仍然谨慎 认为资金问题可能仍是关键担忧 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控制持续的房地产危机 这已成为经济的重大拖累 并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购房者抗议 美联社报道 沃尔玛公司周四公布了又一个强劲的季度业绩 因其低廉的价格吸引了在高通账下 寻找折扣的消费者 这家总部位于阿肯色州 本顿维尔的零售巨头 还发布了乐观的前景 沃尔玛是首批报告季度业绩的 大型美国零售商之一 这些业绩可以提供消费者情绪的更多见解 尽管通胀率有所下降 但价格仍然居高不下 特别是包装食品和租金 这削弱了数百万人的消费能力 沃尔玛推出了新的举措 以应对亚马逊的日益威胁 包括推出新的自由品牌食品 和收购智能电视制造商Vizio 沃尔玛还宣布将关闭其健康中心 和虚拟护理服务 本季度沃尔玛利润为51亿美元 每股收益63美分 远超分析师预期的53美分 收入同比增长6% 达到1615.1亿美元 Bloomberg报道 印度金融之都梦买正面临政治冷漠的问题 尽管这里是印度最富有的城市之一 但低投票率 破败的基础设施和不堪重负的公共交通系统 一直困扰着这座城市 最近 一场风暴导致一块巨大的广告牌倒塌 造成16人死亡 孟买机场也因此关闭了一个多小时 尽管印度人民党BJP及其联盟 在过去两次选举中 赢得了城市的所有议会席位 但这次选举 由于其前盟友师婆神军的分裂 变得更加有趣 师婆神军的一部分 已经转向反对派联盟 BJP的皮优时 科亚尔和前公共检察官乌贾瓦尔 尼卡姆都是首次参选 与此同时 拉胡尔 甘地指责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保护少数富豪的利益 而莫迪则反驳称 反对派在散布关于 公民身份修正法的谎言 在Bloomberg的另一篇报道中 室内设计师萨拉 斯托里花了四年时间 才完成他在纽约 Sneedens Landing的 13英亩庄园的翻修 这座名为 Nederhurst的豪宅 建于1874年 曾被多次忽视和遗弃 斯托里和他的家人 将其作为周末度假屋 但由于他最近在 德克萨斯州的牧场 花费更多时间 他决定以2850万美元的价格 出售这座庄园 Nederhurst被列入 国家历史名胜名录 斯托里在翻修过程中 保留了原有的结构 并引入了现代化的舒适设施 他还购买了邻近的房产 和一块空地 使整个庄园的面积 扩大到13英亩 并进行了大量的原液 和应景设计 Yahoo!US的报道指出 华尔街最乐观的分析师 布莱恩·贝尔斯基 希望自己能更乐观一些 贝尔斯基将2024年年底的预测 上调至5600点 成为华尔街最高的预测之一 尽管他之前的预测 已经被证明是准确的 但他承认低估了市场的动能 贝尔斯基认为 市场的表现 与2021年和2023年类似 当时他也未能充分估计 市场动能的强度 尽管他的新预测 为牛式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前景 但他也警告说 历史数据显示 第二年牛市的平均回调幅度 为9.4% 这意味着 未来可能会有更大的波动 南华早报报道 自2024年初以来 中国股市一路高歌猛进 MSCI中国指数 自1月22日的低点上涨了28% 而在此前一年内 曾下跌35% 尽管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 结构性问题 和房地产市场危机心存疑虑 但市场情绪正在发生变化 花旗集团的经济惊喜指数显示 自2月以来 中国的经济数据一直超出预期 表明经济正在稳定 尽管企业盈利能力仍然受到挑战 但中国政府不断推出政策措施 支持经济和资本市场 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 摩根士丹利指出 尽管技术因素 在推动近期 股市上涨中占据重要地位 但中国股市的低估值 和与美国货币政策的低相关性 使其在全球投资者眼中 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红博社报道 欧洲央行警告称 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和一系列选举 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 可能会对金融稳定构成威胁 尽管市场目前对这些威胁池 相对放松的态度 但情绪的迅速变化 可能会引发剧烈的市场反应 欧洲央行副行长路易斯 德金多斯指出 尽管通胀趋向缓和 欧洲经济有望实现软着陆 但政府政策和经济状况的 不确定性依然高起 高债务水平使得各国政府 在需要增加支出 十亿受外部冲击的影响 此外 房地产市场的波动 和金融条件的收紧 也在考验家庭和企业的承受能力 尽管如此 欧洲央行表示 企业破产率和不良贷款率 仍处于较低水平 显示出一定的韧性 雅虎美国报道 西切斯特动物保护协会 SPCA在查帕夸农贸市场 推出了新的移动领养单元 旨在通过26英尺长的卡车 将可领养的动物 带到社区活动中 SPCA首席执行官香农 劳克夫表示 近年来全国范围内的 领养速度有所放缓 因此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与不熟悉SPCA 或没有交通工具的社区成员 建立联系 新单位的资助 来自于捐赠者的慷慨支持 在活动当天 志愿者们帮助潜在领养者 与可领养的狗狗进行见面 许多狗狗找到了新家 比如 泽姆巴家族 领养了一只边境牧羊犬 混种幼犬 并将其命名为POPPY 以纪念家中所有女孩的名字 都以花命名 除了领养 SPCA还提供了关于寄养的信息 鼓励社区成员通过寄养 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动物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